台南南訪孟時代 壽喜燒餐廳一早大消毒 因為嘉義一官兵確診案例 在4月17號曾經和同袍到這邊聚餐 小溫馨KTV一早也是繃緊神經消毒 因為他們似乎同一批人 吃完午餐之後就到KTV開場 嘉義市府也公布這名海軍足跡 要全力補防疫破口 4月16號這一名確診海軍和家人吃火鍋 17號搭自強號從嘉義到台南爬爬燥之後 再搭火車回嘉義與家人晚餐 在嘉義國華街吃LOW BAB 18號軍隊召回集中檢疫 足跡遍布嘉南腦區 我們南板購中心今天修館一天 然後進行全面性的消毒工作 台南歸人區也傳出一名30多歲的確診軍官 14號傍晚提早下軍艦之後 搭防疫小黃從高雄左營回到台南歸人 15號整天沒出門 16號逛了台南新光三月新天地 吃了翰林茶館麥當勞 還在五樓晃了一圈 17號一樣沒出門 18號被召回搭巴士前往檢疫所 台南市第一個確診的只有一個 確診的只有一個 我們當然第一時間我們去問了這個確診者 然後再把他所匡列的接觸的人 包括走過的足跡把他公布 第二個另外一個不是台南市的市民 他是外縣市的市民來台南市消費 嘉義台南現在各一例確診海軍 是否公布足跡也匡列出可能的接觸者 足以疫調希望這個幾乎失控的國軍破口 能別再擴大 就有嘉義台南中華報道